射到一副眼镜是我们深圳的一位同事 委托我说这一位姓马的先生 他的眼睛做好了 然后说希望用他的眼镜和大家展示展示 这副眼镜大家应该很熟悉很熟悉 来自于真勇的万年长青款805 大家知道805806就是他最畅销的型号 之前我一直想去做他的联名款 他们厂家现在还没有给我一个比较正式的答复 就是有点啊对 然后呢这一副眼镜呢也是我之前拍过的胡哥 在那个走走停停那个电影里面 就是戴着这一支 整体来说就是他又卖了几十年了 然后你说他能挑出什么毛病 挑不出来什么毛病 因为他是板材的嘛 就会比较容易滑 但是呢他的优点就是 基本上大头围戴上去调一调 也是完全可以OK的没问题 日常佩戴的话 只要不是太剧烈的运动也没有什么问题 他畅销一直这么多年 还是有他的原因的 这一副配的是蔡司的数码型 薄金的防蓝光Plus 整副眼镜呢 它的度数是550度的175度 这个度数还是有点高 另外一支呢是450度键 是75度散光 它的度数会比我高一点点 但是它用到的是1.74的镜片 所以整副眼镜完全没有出荒 它的同距是67 我们分别帮它加了50度的ADD 就是它看镜的时候 度数会降低50度这样子 看镜会更好一点点啊 一般来说我们人到40岁往后慢慢慢慢开始就会出现这种调节不足的情况 大家一定知道它的另外一个名词叫老花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老花这是概念的 因为有很多人30多岁开始就会有视力调节不足的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呢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 俯按弹钢琴 看书玩玩具玩手机 再加上一部分像我这个年龄小的时候配眼镜的话都是没有配足度数 部分的眼镜店会跟客人说你反正大量都是进去利用眼 所以我们度数就不配那么足配个什么0.9 0.9碱这样子你可能会看得更舒服 这样肯定是在室内用的更舒服但是对于眼镜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 反而会让我们的眼睛的一些调节能力 我们的施功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然后呢这副眼镜呢我来上脸试戴一下 这个是805非常经典的颜色 也是胡歌同款 大家看一下我上面有一层膜我就不给大家摘开了 可能会有爱观瞻 但是为了保护好客人的眼镜 我就不去把它弄掉 上面也有黄油标 上面有黄油标我们也没有擦掉 就等客人到我们店里面 试戴了之后我们再去 帮他进行清理 对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本人呢也有805806其实我都有 只是805我带的很少 我喜欢806的那个款式 当然805也是很多客人喜欢的款式 然后这个戴帽色颜色也非常的纯正 好最后的环节是感谢 感谢这位马先生呢您的支持 虽然在外面有什么2000块钱的 有2100的 有什么1800的 也有1300的 还有1000块以下的805 你选择了比较贵的我们 当然其实我们的价格不贵 如果是正品行货的话 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探底了 所以非常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 我们在真勇的日本官网是有备案的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卖假货 希望这副眼镜呢您戴着舒心 然后提高你的用眼的品质 能看到更大更深远的世界 OK 这里是龙虎嘉义 买高的眼镜找龙虎 品牌席权 简活动 拜拜